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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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座員工十點十天被找到 太太從高雄趕到消防分隊 情緒激動 是早上一聽到電話 就吸 就 感覺就鬆了 弟弟緊抱著哥哥眼眶紅了 男子上午在屏東春日河床邊 被當地原住民發現 第一句話 我好餓 去嘉西那邊 然後就 那個我們這個大哥 就跟他講說 我肚子餓 先載我下來這樣 每天在想 我下來第一天想見這時候 想到誰問 誰問你吃早餐 吃個戲碗 身上迷路十天 只戴著簡單外套 乾糧第一天 就吃完 怎麼求生 糖太低的話 我就吃一點芒草 那個草類 那個有點帶一點糖分的 那個草類那種 十生機沒來 四天之後沒來 我就受吸而下了 我每天有炸轎三生 每天在那邊有炸轎三生 等不到救難人員 男子到了第四天 決定沿著溪水下山 過程也遇到離奇事情 我在西這邊 他有跟我們講說 我在這裡 他沒有講說我在這裡 所以我叫他 他就一直看 然後你在那邊 然後就表示你要帶我去 我走到那邊去 他說變成兩個草 怎麼都是草 沒什麼沒什麼 對啊 在我們這邊 祖林如果跟你講話的話 就會 遇到的是誰 當地居民直呼是祖林保佑 台所員工獨自攀爬 有小百月之稱的屏東立頂山 十天後平安歸來 也感謝大家幫忙 39週俊傑和無數週評論報導